一定要记住 带着任务下凡的鼠舌人 身上都有这几个特征 世间万物皆有因缘 众生生而为人 命运各自不同 有人富贵安康 有人却一生坎坷劳碌 佛法中常言 万物寻因果而生灭 人间烟火里 众生以不同姿态步入轮回 有的享受着繁华与安宁 有的则在风雨飘摇中奋力前行 佛教智慧深邃 言及因果不爽毫离 每个人降生于世 皆背负着前世的因缘 或未尽的修行之旅 尤其鼠舌之人 以其超群智慧与灵秀气质 常被视作携带着特殊使命 降临尘还的使者 若你身为鼠舌之人 且时常感受到与众不同 肩上似乎承载着某种无形的重担 这或许正是天命于你的独特召唤 鼠舌之人 自古以来便以其独有的特质为人所称道 他们拥有着敏锐如鹰的直觉 与深不可测的智慧 举止间透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闻与内敛 在人际交往中 他们善于以冷静的目光审视周遭 眼神深邃 仿佛能洞察人心最优微的角落 却又保持着一份恰到好处的坚默 这份不显山露水的处世哲学 使得鼠舌之人在人群中显得格外神秘 且引人遐想 正如古语所云 舌虽微细 异藏灵异 谈及鼠舌人的与众不同 这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使命与姻缘 一旦他们开始领悟自身的独特性 便能更好地认识自我 明确自己在人间旅途中的角色与责任 鼠舌人的一生 往往伴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孤独感 即便置身于喧嚣之中 身边有人环绕 那份源自灵魂深处的疏离感 依旧如影随形 这种孤独并非源于外界的排斥 而是内心深处未解的溯源之谜 使灵魂对更高境界的向往与追寻 在佛法看来 这正是鼠舌人背负使命下凡的标志 提醒他们保持内心的清醒与超脱 不为尘世浮华所困 以更高远的视角审视人生的波澜起伏 鼠舌之人还拥有一项非凡的能力 欲知未来 这并非无稽之谈 而是他们内在灵性的体现 佛教中有慧眼之说 鼠舌人若开启慧眼 便能遇见未来的危机与机遇 从而在人生旅途中趋吉避凶 这份直觉是他们履行使命的重要助力 让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 若你身为鼠舌之人 时常能感受到未来的某些片段在心头浮现 不妨倾听这份来自灵魂的指引 让它成为你人生旅途中的明灯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鼠舌之人若肩负天命 往往心怀慈悲 对世间万物充满悲天悯人的情怀 他们外表冷静 不善言辞 但内心深处却涌动着对生命的热爱与关怀 面对他人的苦难 他们总能敏锐地察觉 并以实际行动默默给予帮助 若鼠舌之人感受到强烈的使命感 渴望以自己的力量温暖他人 减轻世间疾苦 这便是天命对他们的呼唤 佛教有云 大慈大悲 吾有泪笑 鼠舌之人若能以慈悲之心行善积德 便是在践行自己的天命 用爱与光明照亮人间 每个生命都有其独特的使命与诡计 鼠舌之人尤为如此 他们似乎带着某种不可言喻的任务降临人间 其生命轨迹中蕴含着超越常人的智慧与灵性 鼠舌人往往以一种超脱世俗的姿态 展现着对内在宁静与安详的极致追求 这份淡泊名利 追求心灵自由的态度 正是他们背负使命的显著标志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 鼠舌人显得尤为独特 他们并非对物质享受无动于衷 而是拥有一种难能可贵的节制与自律 在旁人眼中 财富与名誉或许能带来一时的满足 但对鼠舌人而言 这些外在的成就远不及内心的平和与宁静来得珍贵 他们深知 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 而在于内心的富足与自在 正如佛法所言 少欲知足 心无牵挂 鼠舌人以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 当然面对世间的名利诱惑 这份清心寡欲的特质 正是他们完成使命的重要基石 除了对物质追求的淡薄 鼠舌人的性格还偏向于谦虚内敛 他们深知因果报应 不愿以才华自居 而是选择将智慧深藏于心 以一种谦卑的姿态待人接物 即便身处高位 他们也从不以权势压人 而是默默成就他人 不贪求功名 这种低调的处世哲学 使鼠舌人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 总能以一种无私的境界 超越世俗的束缚 他们深知 真正的力量 不在于权势的彰显 而在于内心的慈悲与智慧 因此 鼠舌人若能始终保持谦逊之心 便能在履行使命的道路上 顺利前行 不被功名利路所累 最终达到一种圆满的境界 鼠舌人的灵性敏锐 内心慈悲 使他们能够以一种超脱的视角 审视世间的纷扰与苦难 他们追求内在的安宁 不为外物所动 这份内心的纯净与坚定 正是他们默默履行使命的力量源泉 当鼠舌人在生活中 坚持内心的纯净 少为世俗知识所扰时 他们便能在完成任务的同时 实现灵魂的提升与成长 他们以一种慈悲之心 对待世间万物 将内心的灵性智慧 转化为实际行动 帮助他人走出困境 点亮希望之光 然而 带着任务下凡 并非一时 鼠舌人应当明白 使命并非让自己受苦 而是帮助自己 在人世中找寻生命的真谛 当他们在人生中 感到困惑或孤独时 不妨静心自问 我为何而来 我此生应完成何事 以一种平和的心态 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将内心的灵性智慧 转化为慈悲与行动 这便是他们一生的修行与使命 在探讨命运与运势时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不可忽视的真理 生肖运势的高低 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 才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正如曾世强教授所言 老天是公平的 会静悄悄地帮着你 上天帮一个人 甚至提拔一个人 不需要什么理由 同样上天让一个人堕落 甚至毁掉一个人 也不需要理由 这世间知识 本就有阴有阳 有成有败 有光有暗 因此 我们应以一颗平和的心态 接受生活中的一切遭遇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都是上天安排 我们走更好的道路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或许会遇到许多事与愿违的时刻 但请记住 这一切都是上天对我们的考验与魔力 正如那位23岁就出来工作 历经坎坷 最终创立自己公司的老板 以及那位在珠江边买房 十年后资产翻倍的老刘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能经历多少的事与愿违 就能拥有多大的福气 当我们遇到难以顺心如意的事时 不妨将其视为老天再帮着我们 把握好机会 迎接更好的未来 最后 愿每位鼠舌之人 都能珍惜这份天赐的任务 以一颗宁静的心 慈悲之心 对待世间万物 在修行的道路上 不断成长 实现灵魂的升华与成长 同时 也愿所有有缘的朋友 能静下心来 好好领悟这些智慧与启示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 会有很大的帮助 天道酬勤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才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让我们在下一次相遇时 共同见证彼此的成长与蜕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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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